我们现在的这个房间呢 是没有任何日光的一个房间 也算是密闭的一个房间 那么在这个屋子里面 我们现在养了很多的花草 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这些 圆形的透镜补光灯 这个是红白的补光灯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家里面种花种草 会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就是家里面光照不充足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样一个 没有阳光的纯密闭的 闭光的环境当中 用人为的补光尝试着种花 这个是一个带拖架的 长条形的四排的补光灯架 它是仿自然光的 那大家现在能看到 这些开着鲜艳的花朵的 已经是在这个补光灯下面 养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这颗是在外面受冻的一个 还没有死掉的沙漠玫瑰 在这下面看它能不能发心呀 那这个灯呢 是50瓦的植物补光灯 它是全光谱的 这些大多数的花 已经在这下面待了有超过15天 甚至是20天的 特别像这一盆粉红色的蓝棚花 之前还是一个花苞 在这个补光灯下面 待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已经花朵花瓣完全打开了 而它的颜色没有感觉有缺光的表现 像这盆蔬菜沙拉呢 刚开始只有这么高 在这个补光灯下面 它已经长到这么高了 也就有20天的时间 这下面的花花草草 也是有一定的时间 包括这一盆水果辣椒 也一样的 没有发现叶片有缺光缺素的表现 那这个植物架呢 我们也是改造了一系列的补光灯 这上面的一样的是 红白的光谱 像现在来还有玛格丽特 还有这个火尾天门东 它们也都正常的在生长 那么这个是红蓝光谱 红蓝光谱让人看起来 光的颜色有点不太舒服 不太自然 那它的补光效果相对于 全光谱的会更好一些 这个是我们用的野草 有人认识有人不认识 这就是外来入侵的一个物种 叫做阿拉伯婆娃娜 放下去半个月的时间 从原来的这样一个枯叶 长成这样的新叶子 在这样的灯光下 是能看清的 长得已经有绿有绿的 而且快有花苞了 这是有15天的时间 像这两盆草莓呢 刚来的时候 这个果子刚开始长 现在果子已经在这里面 蓬果了 这一棵我们 黑草莓蒸红美玲 已经在这开花了 不知道它是否 自然的在这里面 能产生花粉 是否授粉成功 对后续我们要观察 这是采花的草莓 刚开始放进的时候 它还没有打开花苞 这个阿谦牛刚来的时候 它是没有打开的花苞 现在这一朵顶花已经完全的打开了 还有这个小青菜啊 在这里面长得也是绿油油的 温度稍微有点低 但是它的叶片也是油亮的 没有缺光湿绿的表现 这一棵甘露草莓也是在这里面长出来花苞 在这样的一个补光灯的环境下 为什么拿这么多艳丽颜色的花朵来做试验 就是为了对比这些花 在补光灯下面 没有见到任何的阳光的情况下 看它们长势 是否能够持续正常 包括我们做的草莓的实验和蔬菜的实验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5日 我们将从今天开始记录 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太阳光 只用补光灯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些植物的长势 如果你对此有兴趣 请持续关注